深夜,一个令人作呕的场景,展现在警探眼前 一个毫无人心的畜生,残忍地杀害了一位无辜的母亲 还妄图夺走她11岁女儿的生命 她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然而命运弄人,这个杀人犯没能得逞 小女孩莱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成为了揭露这个人面兽心的魔鬼的关键证人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令人发指的案件是如何被揭露的 莱西菲利普斯年仅11岁 与父母玛丽、詹姆斯及哥哥杰西和姐姐达拉共同生活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 她在这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过着频繁生活 他们居住在阿肯斯州巴尔科诺布小镇 1995年6月6日,夏日1时,孩子们放暑假在家 杰西和詹姆斯外出,达拉照看妹妹 玛丽上班去了 下午4点,莱西去看芽姨,这是母亲预约的 达拉陪妹妹去母亲工作地点,然后一同前往芽科诊所 下午,达拉如约带莱西到达 与母亲玛丽寒生起去后离开 将母鱼俩留下,自己去与朋友玩耍 此日凌晨1点左右,阿肯色州怀特县警察局电话铃声大佐 来电者是34岁的詹姆斯·菲利普斯 莱西的父亲,他报警是因自前一天下午3点起,无人联系上妻子 这极不寻常,大家忧心忡忡 杰西和詹姆斯返家后,惊讶发现玛丽和莱西不在 他们本该早已从芽衣处归来 詹姆斯心急如焚,妻子音讯玄武实属反常 尤其是与孩子同行时 警方要求詹姆斯提供所有信息,以组织搜索寻找玛丽 丈夫告知警方,妻子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 当天硬带来袭看牙医 案件被严肃对待,特别是因为成年人神秘失踪 一名警探被派往玛丽工作地点 这是他最后露面之处试图寻找摩尼俩下落的线索 目的地是巴尔科诺布 抵达后,首个发现是快捷事务所附近停着一辆皮卡 查看车牌后,警方确认这是玛丽的车 显然,她一直未离开办公室 警探来到门前,敲门无愿应答 然而她发现门未上锁,顿时伸出不祥预感 凌晨一点,不该有人工作至此 玛丽不应在此,门里应锁好 警探拔枪而入,穿过入口走廊 透过一扇门看到令她血液凝固的景象 房间中央躺着一具人体 她小心翼翼靠近,毫无疑问 这是一具尸体 她谨慎检查脉搏 但仍已死亡 请她立即出去报告发信 通知需要调查员接手 因为显然发生了谋杀 首辟警方调查员凌晨三点左右抵达现场 其中一名调查员习惯先拍摄犯罪现场照片 再分析任何东西 这个习惯使她能固定生案现场 确保无误影响调查 第一批照片是尸体的 一名二十多岁末或三十出头的女仙 她双手被绑在背后 脖子上缠着类似电线的东西 腰部以下一物不见 毫无疑问 调查员看到受害者后 脑海中浮现的想法是这起谋杀案动机为性犯罪 即便已解决过诸多谋杀案的调查员们 仍被这次袭击的暴力程度震惊 许多人从未见过如此残忍刑警 警方怀疑躺在此处的是玛丽菲利普斯 但受害者亲属还提到了她十一岁的女儿莱西 因此他们搜查了房子其余部分 有一间浴室尚未探索 显然部分事件发生在那里 因为门下可见泄计 门后会有何物 定非好事 警方调查员打开浴室门 所有在场警察都听到这句话 那这里有个小女孩 这是个可怕消息 因为那是莱西 玛丽的女儿 当调查员开门时 她看到女孩坐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 显然已死亡 周围血量之大 令人震惊 所有血液来自她头部 凶手似乎在那里肆意发泄 血液覆盖了女孩的脸 她的衣服 以及准个房间地板 警方调查员发现第二具尸体后 准备固定尸体和浴室状态 她拿起相机开始拍照 每次按下快门时 相机都发出轻微机械声 就在此时 警察注意到女孩在看着她 这是一个巨大冲击 警察简直觉得莱西在她眼前复活了 随后 调查员大声呼喊同事 说这里有一个幸存者 需要立即叫救护车 显然 但莱西并未死亡 只是失去知觉 让她恢复意识的 是相机声音 当她昏迷时 她听到这些轻微咔哒声 每一声 都让她逐渐恢复意识 但她无法移动 于是集中精力 听这些奇怪声音 直到完全清醒过来 给出了这张绝对女人难以置信的照片 莱西当时并未意识到发生何事 说实话 警察们也没有 他们无法相信这个小女孩还活着 时间仿佛静止 警察们看着女孩 她也看着她们 在一种几乎平静的沉默中 就在此时 莱西的声音轻轻响起 她礼貌地问是否有人可以解开她的绳子 当然 她立即被解开束缚 被带出办公室 救护人员接管了女孩的照顾 她情况非常糟糕 虽然她到目前为止幸存下来 但人处于危险之中 她头部被猛烈击打 以至于头骨多处破裂 几乎从一只耳朵裂到另一只耳朵 她额头右侧也有骨折 下巴也断了 她需要紧急手术 特别是考虑到莱西被关在这个浴室里 已很多的小时 警察了解到 这个11岁的女孩 总共被囚禁了12个小时 头骨破裂 当救援人员解开莱西束缚时 她问警察是否知道她母亲在哪里 当然 他们知道 但负责的调查员巧妙地告诉她 她应该首先关心自己 必须在一切之前结束治疗 莱西能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 在这种可怕情况下 没有必要再告诉她母亲 惨死的消息 来进一步打击她 调查员陪同莱西走出房子 但要到达入口门 需要经过玛丽的尸体 因此她被闭着眼睛护送出去 没有看到母亲尸体 随后她被紧急送往医院 在那里接受了第一次手术 她头骨和下巴的骨折严重 以至于需要将骨头放回正确位置 并重建某些部位 医生们非常高效 不仅成功地让女孩活了下来 而且她没有任何脑部损伤 脸上留下的痕迹也很少 这不仅对这个孩子的余生来说 是一个真正的医学奇迹 对调查来说也是如此 因为莱西基的发生在她身上的每一件事 1995年6月 那个悲惨日子里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都留在了她的记忆中 手术后 调查员回来见这个女孩 她现在是这个可怕谋杀案中的关键症人 莱西刚刚奇迹般从一次凶猛袭击中幸存下来 她在这次袭击中失去了母亲 但她活了下来 而且她的记忆完毫无损 调查员推开重症监护士的门 与莱西交谈 由于她记得发生的事情 他们只是简单地要求她讲述她记得的一切 女孩开始说话 6月6日 对玛丽和她的女儿莱西来说 开始时事像往常一样 玛丽要去上班 莱西在姐姐的陪同下来到她那里 在办公室里 母女俩正在那里是 一个男人走进门 走向玛丽的担公室 其初 玛丽以为是一个客户突然来访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但走向她的男人 戴着乳胶手套 手里拿着一卷铁丝 从她的外表来看 很明显这个人 不是来寻求会计管理建议的 更糟糕的是 除了她威胁的外表 她还掏出了一把手枪 玛丽和莱西都吓坏了 男人说这是一次抢劫 秘妮母女俩趴在地上 与此同时 她走向浴室 拿了一把小金属椅子 她告诉莱西站起来 坐在浴室里的这把椅子上 当然 抢劫的借口是个谎言 经常杀人的都知道 使用这个借口 会让受害者更加顺从 小偷拿走她想要的东西 然后离开 不幸的是 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莱西别无选择 只能照做 她坐下后 她平静地绑住了她的脚和手腕 担心被单独关在这个房间里 也担心这个人对她母亲的意图 莱西勇胆地告诉男人 不要伤害她的妈妈 她的回答很直接 她说不会伤害她的母亲 她要伤害的是她 说完这句话后 陌生人转过枪 用枪头猛击莱西的头部 打击了力度之大 以至于莱西的头部骨折 孩子失去了知觉 当她醒来时 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 她很迷茫 睁开眼睛时 可以看到她的血遍布整个房间 但她完全记得发生了什么 于是她大声呼喊 想知道她母亲的情况 不幸的是 回应她喊叫的不是玛丽 而是仍然在场的袭击者 她回到浴室 准备解决这个打扰她的女孩 这次她不会再失手 她抓住莱西的喉咙并用力掐住 她再次失去知觉 袭击者不知道的是 莱西并不打算就此死去 她尽可能地坚持着生命 当她松开手时 杀手以为她已经结束了女孩的生命 但她错了 直到初次袭击12小时后 当相机的声音把她从沉睡中唤醒时 她才恢复意识 警察试图获得更独关于这个人的细节 他们特别想知道这个人的特征 问题接踵而至 但莱西仍然不知道她母亲在拦 警他们继续对她保密 原因有二 首先是她的健康 尽管她正在从手术中恢复 但她仍然在重疹监护室 她的健康状况仍然很脆弱 其次是为了调查的顺利惊喜 告诉她母亲 玛丽以及死亡可能会让她陷入休克状态 使她忘记一些可能阻止抓捕凶手的关键细节 因此 调查员继续向莱西询问 她向他们透露 她能够描述那个男人的每一个细节 她向警察描述了她的衣着 身高 体型 和头发 在她的描述中 有一个细节可能会成为破案的关键 凶手有两处纹身 其中一处位置非常特殊 在她的脸颊上 有一滴眼泪的纹身 这种纹身并不常见 很少有人会在脸上纹这样的图案 第二处纹身在她的前臂上 现在警察开始勾勒出他们调查中的核心人物形象 事实上 当地一名警探在阅读莱西的描述后 几乎确信她知道凶手是谁 这个名字是杰克哈罗的琼斯 一个年方三世的男子 巴尔科罗布式的警探 立马向同僚通报了杰克琼斯的信息 认为此人极可能符合描述 除了这个令人生疑的细节外 她还完全吻合莱西的描述 综眸综发 前臂上还有第二处纹身 警方当机立断将杰克琼斯逮捕归案 带到审讯室 欲听她对那个悲惨一晚的说辞 警察做好了打印证的准备 尤其是如果此人真是凶手的话 她很可能不会轻易认罪 还可能试图玩弄调查员于股掌之间 然而当杰克琼斯做下准备结束审讯时 调查员还未开口 她就主动开了枪 她掏刀不绝 讲述的正是对马尼菲利普斯的残忍杀害 另于震惊的是 这男人冷静的详细描述了她在1995年6月6日 那个夜晚的所作所为 她娓娓道来如何闯入会计办公室 如何威胁母女俩 如何在打击莱希之前将两人绑起来 然后对马尼施报 原来这就是谋杀的动机 一场性犯罪 随后她用咖啡机的电线勒死了马尼 结束了她的生命 对于莱希她只用了双手 这或许真是女孩侥幸生还 并助力勤获这个精神病者的原因 但为何选中马尼菲利普斯呢? 杰克琼斯表示 她并非特意挑选受害者 事实上 她之所以这样做 是为了报复巴尔克诺布警察局 据她所言 过去她的妻子遭受了强暴 当她向当局报案时 她们对此事轻妙担心 她妻子的强行犯至今逍遥法外 可能仍在犯下卑劣罪行 琼斯决定给巴尔克诺布市警察局一个教训 这就是为何 巴尔克诺布警局的警探 一看到莱希的描述 就立即认出了杰克琼斯 但这是否意味着负责保护公民的调查员 忽视了这对夫妇的投诉 这将是绝对严重的毒质 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受害妻子无法忍受调查 警察局才决定停止追究 但琼斯和琼斯无法接受这一点 她顺着扬言 如果找不到罪犯 她就会伤害别人 而这只是她所做的 杀手在杀害玛丽菲利普斯之前 根本不认识她 她只是在实施复仇计划时 随即选择了受害者 然而她确实在案发当天 先观察了受害者 然后才回到现场实施攻击 但杰克琼斯真的是为了惩罚当局 在她妻子案件上缺乏结果而采取行动吗 这个问题合情合理 不仅因为这种行为匪夷所思 更因为杰克琼斯的背景颇为特殊 杰克琼斯1964年8月10日 生于俄亥俄州托莱都 他非独生子 出生在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 五个兄弟姐妹相处融洽 父母慈爱有加 完全能够满足每个孩子的需求 杰克也深爱她的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 她与一个几乎同龄的妹妹尤为亲密 他们形影不离 文化不谈 这种关系持续了多年 这个男孩与家里其他成员并无二致 但到了青春期他的行为开始恶化 并非全面恶化而是间歇性的 杰克偶尔会大发雷霆 这些发作常常不成比例 有时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 但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收场 暴力 年轻人毫不犹豫地对他自己的母亲大打出手 还有他的父亲兄弟姐妹 杰克变得残暴不堪 很快就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 警察频繁造访穷斯家 他偷窃 得殴 参与诸多非法活动 这对父母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因为他年幼时从未表现出如此的暴雷倾向和犯罪倾向 但现在他完全失去了控制 随着岁月流逝 杰克的行为非但没有好转 甚至没有停滞不前 他继续堕落 现在开始虐杀大量动物 最终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 年轻人因为他众多罪行中的一项被捕 由于他是累犯 他被送进了少年管教所 在那里生活艰难如履步兵 杰克的怒火只会与日俱增 很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 他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让他在多年后产生了犯下如此可怕谋杀的欲望 愤怒发作 持续的暴力和杀阿动物 这是许多杀手共有的行为模式 尤其是连环杀手 在发现结合虫子的过去后 警察越发确信 玛丽菲利普斯的谋杀 与复仇的故事毫无关联 这个30岁的男人 只是想满足他内心多年来潜藏的一种黑暗冲动 如果莱西没有幸存下来阻止他 他可能会造成更多无辜受害者 现在虫子必须在法庭上为他的恶行负责 令人惊讶的是 他决定不认罪 考虑到有一个幸存的受害者将出庭作证 执着实令人费解 但被告认为自己患有精神疾病 在犯下谋杀时 在刑事上不服此任 至少只是他为避免即将到来的探局 而决定强调的关定 杰克琼斯的审判于1996年4月拉开帷幕 他的辩护被呈现给负责判备告罪行的陪审团 然而在程序结束时 陪审团并不接受辩方提出的论点 一致认定杰克琼斯犯有蓄意谋杀马利菲利普斯的罪行 蓄意谋杀的指控主要基于来袭的证词 他描述了琼斯在袭击时的装备 乳胶手套 易选铁丝 当然还有手枪 这表明即使凶手不认识马利菲利普斯 他也提前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 蓄意谋杀是一个关键点 因为这是在美国 特别是在阿肯色州将谋杀地为一级谋杀的依据 在这种案件中可能会判处死刑 杰克琼斯不仅被认定犯有谋杀罪 而且被主身法官判处死刑 这个判决似乎是罪有应得 杰克琼斯的案件似乎就此成案落定 但事实上远非如此 关于这个人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等待揭晓 杰克哈罗的琼斯在1996年被美国司法系统判处死刑 这要归功于小莱西菲利普斯的勇气 这个人再也不会享受自由了 然而在这些事件发生多年后 他仍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2003年也就是玛丽菲利普斯被谋杀7年后 调查方法突飞猛进 特别是在基因鉴定技术方面 许多悬而未决的案件被重新打开 其中足多罪中水落石出 在这些人未解开的谜团中 有一个名叫劳林巴雷特的女性案件 1991年6月1日 这位32岁的年轻女子 刚刚在佛罗里达州 劳德戴尔堡的戴森酒店 放下心理不到24小时 她正在享受一个来之不易的假期 前一天晚上 5月31日 她在酒吧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但第二天 她被发现死在酒店824号房间里 佛罗里达州的调查员立即着手调查最近谋杀案 他们发现她曾去过埃尔博士酒吧 这人称看到这位年轻女子和一个白皮肤棕色头发的男子在一起 这对男女还被人看到一起乘坐老林入住酒店的电梯 显然 这都不知名的男子成为了谋杀案的主要嫌疑员 因为她似乎一路跟随老林到了她的房间 法医提供了更多关于老林死亡的细节 她被勒死死因是窒息 这起谋杀案的性质是性犯罪 因为她遭受了性侵犯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警方汇指的嫌疑人的肖像 当然你已经认出来了 这就是杰克琼斯 但当时警方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 无法逮捕老林巴雷特的凶手 尽管他们掌握了关于他的所有信息 包括他那非常特殊的文神 肖像话被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 杰克的妹妹看到了这篇报道 这位32岁年轻女子死亡的文章 其中包括嫌疑人的图像 第一眼她就认出了她的兄弟 但无法相信那可能是她 毕竟那只是一幅肖像画 很可能是其他人 然而几年后 妹妹报告了她与父亲的一次对话 她向父亲展示了刊登肖像画的报纸 父亲只是回答说不要告诉你妈妈这件事 让她过去吧 然后她补充说 她把杰克安排在一辆开往阿肯色州的巴士上 仿佛她怀疑 甚至知道她的儿子犯下了谋杀罪 当时杰克的妹妹并不完全理解 面对父亲的严肃态度 她没有再提及这篇文章 然而在2003年 杰克琼斯参与老林巴雷特谋杀案的事实 得到了百分之百的确认 这是在重新开启案件 并进行基因鉴定比对后得出的结论 杰克的父亲是否故意包庇了她 如果是这样 她部分要为玛丽菲尼普斯的谋杀负责 那起谋杀发生在四年后 杰克的妹妹意识到 她的兄弟和父亲似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秘密 既然她的兄弟已经犯下了两起暴力谋杀 为什么不可能有第三起呢 这个问题如性在后 她决定去监狱探望杰克 尽管在所有这些揭露之后 她不想再和他说话 但她鼓起勇气最终与他交叹 她设法说服他坦白 杰克说有一天 她会给他写一封信 告诉他一切 就又花了几年时间 最终 吉克琼斯确实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 她承认了1983年的第三起谋杀 受害者是当时20岁的李贾拉哈里森 1983年 李贾拉和琼斯一样 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 5月4日星期三晚上 她决定在佛洛里达州 劳德戴尔堡的好莱坞区 骑自行车也有 但她再也没有从这次出行中回来 她担心的家人决定去寻找他 不幸的是 是她的亲人发现了她赤裸的尸体 就在西湖公园 与劳林巴雷特的案件不同 调查人员这次成功逮捕了一名嫌疑员 一名叫罗纳德亨利的性犯罪者 被一名目击者认出 目击者声称 在案发当晚看到 罗纳德出现在 与李贾娜相同的区域 她甚至详细描述说 这名男子在公园里骑着自行车 就在受害者旁边 由于李贾娜在被勒死前遭受了性侵犯 罗纳德亨利成为了一个现成的嫌疑人 她自己也心知肚明 尽管缺乏确凿的证据 甚至存在一些不一致之处 使人对她的罪行产生怀疑 罗纳德亨利还是决定认罪 以避免死刑 因此 李贾娜哈底森勃杀案正式有了一个凶手 但这个人是冤枉的 罗纳德亨利被判50年监禁 为一个她未曾犯下的谋杀案付出沉重代价 直到精英鉴定技术最终还她清白 然而为十一晚 因为罗纳德亨利在监狱中因矮症去世 杰克琼斯正式成为一个连环杀手 有三名受害者 警方难以置信在1983年到1991年期间 她没有犯下其他谋杀案 但现在已经无法证明任何事情了 顺下的最后一步是在2017年处决这命囚犯 杰克琼斯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恶魔 但在离开人世前 她确保要最后一次摧残她的受害者 莱西菲利普斯 在即将被处决时 她被给予最后收话的机会 她利用这个时刻道歉 同时知道 这如她所说 这毫无意义 没有人会在意这些临终之夜 然后她对着莱西说她很抱歉 并补充说自己把她当做女儿一样 这些话如同利刃撕裂了莱西的心 因为这个男人没有理由对她说这些 她杀害了她的母亲 然后试图谋杀她 从那以后 他们再也没见过面 那么 为什么她要说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莱西的注视下 她在失去生命之前的最后一次挑衅 所有这些悲剧和死亡 本特意避免 如果杰克的父亲采取正确的行动 或者 如果她的妹妹早些开口的话 事实上 她对自己的沉默感到深深的懊悔 至于莱西 她成功的从事正常生活 主要归功于她家人的鼎力支持 她的故事证明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人类的精神也能转身一切 杰克琼斯这个丧心病狂的初审 在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后 却还有脸说什么把受害者当女儿 这种人渣就该千刀万剐 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是 面对可疑的犯罪线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及时举报 不能像杰克的家人那样选择沉默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亲人可能犯下重罪 你会选择举报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并订阅鼠哥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